中共國台辦 宣佈五個台灣名罪 當時人表示 這是光榮的制裁 慈禮的榮耀 英國國家廣播電台 至深記者暫文表示 西方情報機構 直到最近才把注意力 集中在北京那裡 還決心對中共的間諜行為 給予反擊 中共國台辦5月15日 點名五個台灣名罪 說他們編造有關 中國的虛假負面信息 將依法對他們實施懲戒 幾個當事人認為 自己是揭發了中國經濟疲遠的真相 才受到制裁 因此自許光榮 中共國台辦的舉動反而成為大家的笑柄 國台辦發言人陳彬華星期三 在召開禮行記者會時 直接點名王世聰 于北辰 劉寶傑 李正浩 王二川五個人 指責他們罔顧事實 挑動兩岸對立 申請將對這五個人和家屬實施懲戒 不過陳彬華沒有進一步說明 五位名罪的哪些言論犯法 觸犯了哪一條中國法律 根據過去中共對一些所謂 頑固的台獨分子制裁的先例 通常都包括禁止本人和家屬進入中國大陸 包括香港、澳門 同時禁止中國境內的一些組織個人 和他們進行有關交易、經濟合作等活動 對於這五位台灣名罪 很多網友都不覺得生補 那他們究竟說過什麼 所謂不當言論 就讓我們來一起盤點 黃世聰活躍於台灣的電視節目 以財經專長著稱 2019年他在台灣正論節目 關鍵時刻說 大陸人吃公仔麵一定要配炸菜 配令炸菜在最近一段時間 股價大跌、業績大壞 為什麼業績大壞? 說明他們連炸菜都吃不起 李正浩是三立新聞台 新台派上線的主持人 他在2020年曾經說 中國出現糧荒 無肉、無糧 缺乏到要去吃田鼠 大陸網友質疑 他是不是指 當時中國大陸封城 大家都吃不到飯 黃毅邨現人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上年4月 馬英九參訪大陸 稱讚盛搭的高鐵 黃毅邨在節目中聲稱 大陸的高鐵無靠背 于北臣是退役陸軍少將 現任桃園市議會議員 他在2020年曾經說 大陸軍演只不過是做蘇 不要以為台灣的城鎮 都和你們一樣是泥頭屋 劉寶傑是台灣東森新聞政論節目 關鍵時刻的主持人 上面這些笑柄 有些是屬於口誤 有些屬於說笑 有些被斷章取緣 中共國台辦辦了事情去制裁 令人覺得好笑 值得注意的是 這幾個笑點 基本上都是很多年前的陳研究事 當年沒有制裁 講明中共不在乎這些言論 為什麼現在制裁 分析認為 下星期5月20日 賴清德即將奏職台灣總統 中共出台這份黑名單 以此作為回應 北京想用這種方式 達到實際景候的目的 用來影響台灣的輿論方向 黃西聰表示 中共國台辦為了在台灣媒體圈製造漢纖效應 達到減少批評中共的評論 還誘導台灣媒體高層進行自我審查 令中國民眾翻牆之後也看不到太多負面信息 等於對台灣和中國進行相關齊下的管控 有分析人士認為 中共實施懲戒 雖然對這五個名嘴沒有什麼影響 最多他們不去大陸 但是對台灣的媒體 還是有恐嚇效應 因為這五個人的背後是媒體 他們作為嘉賓 上了某個電視台的節目 那麼這間電視台 或者某個媒體 他們有可能和中共有經濟往來 所以有些媒體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 是不是還要繼續請他上我們的節目 中共就是想通過這種方式 將這種恐嚇效應擴散出去 對台灣的媒體起到殺一警白的作用 不過評論人士方偉表示 中共的制裁不會起到什麼作用 大家都不會將它當回事 他說 我覺得此一時彼一時 若十年前中共這樣做 會有殺一警白的效果 因為中共那時很強勢 誰都想去大陸做生意 媒體也想過去挖銀 但是現在中共行衰運 他有些自不量力 覺得自己還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這件事我覺得起到相反的效果 大家嚇嚇一笑 都不當回事 而且這樣有可能還會將一些人推出來 有些名嘴可能沒有明確反共 他只是評論一下中國的經濟現狀 沒有想到上了黑名單 我覺得劉寶傑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我看他的節目 沒有看得出他有非常明顯的政治傾向 我感覺他有時候批評民進黨 好像還多一些 這種人按照過去中共的做法 就是一個統戰對象 現在連這樣的人 居然都成為中共打擊的對象 那麼劉寶傑打口 肯定沒有任何顧慮 就拼命揭露中共 王世聰認為 這樣的制裁 反而突顯中國 和台灣的言論自由度差距很大 突顯台灣言論的寬容度 他直言 他沒有想去中國經商 未來仍然會繼續評論中國 他相信多數台灣媒體人 也不會因此屈服 以評論兩岸軍事專長的於北辰 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 說中共的制裁是慈禮的榮耀 他說 他由1983年報考軍校以來 沒有一天停止反共 應該40年前就名列共匪的黑名單 尤其19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 他就在台灣備戰 是個堅決的反共分子 他認為受到中共制裁 這是終身的榮耀 有很多台灣名嘴覺得 中共過台辦沒有選中自己 太過沒面子太不公平 台灣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在台灣向前行節目大喊 不公平 為什麼沒有我份 媒體人齒板明夫表示 很多人表示要繼續努力 爭取進入下一批名單 很多記者問齒板明夫 對自己沒有上坑名單有什麼感覺 他說因為他是長期報導 中國問題的日本記者 在2016年 他就被市任中共外交部 新聞司司長陸康點名為 境外敵對勢力 比這五個還早了半年 他很高興見到 捍衛自由民主的隊伍不斷壯大 西方國家對中共間諜活動 越來越警覺 近日西方國家 逮捕多名中共間諜和黑客 英國國家廣播電台表示 西方情報機構 直到最近才把注意力 集中在北京那裡 還決心對中共的特務行為 給予反擊 澳洲ABC台 旗下的四國方圓節目 近日推出一系列中共特工在澳洲的報導 令人勢思極恐 5月10日 兩個英國人被指控違反官方保密法 向中共當局提供機密信息 其中一個是英國執政黨保守黨 著名議員的前研究員 4月22日 德國宣布 逮捕三名德國公民 他們涉嫌為中共國安部門做事 竊取德國軍方機密給中共 五眼聯盟 是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組成的 情報共享聯盟 上年10月 五眼聯盟的負責人 在美國籍公首次聚會 同公開露面 目的是警告北京 也提醒 不聽勸告的西方公司要警惕中共 會議地點特意選在席局 表示五眼聯盟重點關注北京 試圖竊取西方技術的行為 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中共竊取知識產權 還利用人工智能進行黑客攻擊和間諜活動 對西方構成重大威脅 這是五眼聯盟首次聯合公開點名中共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雷表示 聯合聲明史無前例 中共對全球創新構成的威脅 也是史無前例 澳洲安全情報組織 局長白吉斯說 所有國家都在從事間諜活動 我們的國家也有間諜活動 但是中共的行為 遠超出傳統的間諜活動 這種大規模的盜竊 在人類歷史前所未有 類話中共政府直接或間接 試圖竊取全美國各地的知識產權 商業機密和個人數據 由財富、北強企業 到規模較小的初創企業 涉及農業、生物技術、 醫療保健、機械人、 航空學術研究等領域 我們約摸有2,000項正在進行的調查 都與中共政府 竊取信息有關 中國問題專家王克表示 五眼聯盟 原先是用來對付蘇聯 後來轉型對付中共 但是轉型的過程非常困難 最主要是在五眼聯盟裡 美國、澳洲和英國走得比較快 建立了奧富斯聯盟 在澳洲發展核潛艇對抗中共 但是加拿大和新西蘭 由於各自的原因 和這三國之間有一個隔核 隨著中共的全球擴張 加拿大和新西蘭 也轉變了態度 王克說 由於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激化 整個國際加局 向中美兩國對抗的方向 進行快速演變 到來將中共看成一個 最主要、最危險的對手 只有在高科技方面 徹底將中共的手腳鎖實 中共無法竊取西方的先進科技 這樣西方才可以獲得一個 相對的安全 好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裏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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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節目